欢迎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由殷君儿育文化传媒与阿里文学联合出品 第1313集 哦 愿文奇详 杜兆辉不帮忙 白珍珠不一定能撑得到警察赶来 夏小兰也不能翻脸不认人 杜兆辉有点顾虑 我们就这样在大街上谈呢 也是 大街上这些人眼神像看猴戏 又有靓女 又有打架 还有开超跑的小开甩钢管 一些路人甚至觉得是在拍戏 到处找摄像机在哪 夏小兰只能和杜兆辉又回到了酒店 她还担心杜兆辉想起被白珍珠踢掉牙的事 杜兆辉却根本没看白珍珠 她难得要和夏小兰谈一次正经事 莫名紧张 又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许多欢喜 坐到了沙发上 杜兆辉要了咖啡 端起来喝了一小口 奇怪 今天的咖啡竟然还有点甜 夏小兰 我们两个说正事之前 我要跟你道个歉 夏小兰十分意外 为了什么 杜兆辉端起咖啡喝了一大口 别扭极了 哪有为什么 道歉就到歉咯 你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爱刨根问地啊 哦 你不说我也知道 为了你的轻视和无知对不对 她和杜兆辉结的梁子 就是第一次见面 杜兆辉那种把女人当个物件 认为女人不配有独立的行为和思想的自大态度 着实让人讨厌 还质疑了夏小兰的职业选择 建议夏小兰应该靠脸吃饭 夏小兰就想说 当初到底是谁给杜兆辉勇气 说那些屁话的 杜兆辉被接了老底 有点难堪 但这时候 唐扑该的形象正在最低谷 他可不能放弃机会 是 看见男孩酒店的效果图我就知道 你选的职业肯定没错啊 当建筑设计师好像比拍戏有意思 我就是为这件事情跟你道歉咯 建筑设计师可能收入不如大明星 但这个职业无疑有社会地位 女明星不受待见 女建筑师说出去是没人轻视的 起码像杜兆辉自己 她能对女星忽来喝去 不会对女建筑师这样干 前者是有钱人追捧的玩物 后者是正当的职业 夏小兰是真意外 杜兆辉这种人居然会道歉 然后呢 道完歉之后总有什么目的吧 这个女人真不可爱 TVB拍的电视剧里道歉完了 难道不是一笑命恩仇 夏小兰却对她充满警惕 杜兆辉郁闷了三秒钟 意识到这才是她认识的夏小兰 在她面前可爱的女人不少 可爱有个屁用啊 脑子里都装得稻草 就哄她买钻买包时最聪明 哎呀 以前的事情就不说了 说现在的 我手里有两千万的港币 我要在一年里面用两千万 赚到最多的钱 你觉得我应该干什么 夏小兰莫名其妙 为什么我 杜兆辉叹气 因为我认识的人里面 只有你最会赚钱啊 而且你还不容易被收买 绝对不可能是别人 安插过来的卧底啊 夏小兰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 杜兆辉说话这么好听 他不是欣喜而是害怕 杜兆辉 你觉得我要知道 靠两千万如何赚到最多的钱 有这种消息 我难道不会藏着掖着 我当然是有报酬的啦 就如果按你说的可以赚到钱 本钱我拿走 赚到的钱全部归你也可以啊 但是我需要把利润先走一个仗啊 那杜兆辉能捞到什么好处 两千万港币存银行有利息 杜兆辉还能放高利贷 躺着都能赚到钱 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这就像他需要做出一个漂亮的业绩 夏小兆辉 夏小兆忍不住钱轻一点身体 这和你 争加产有关 杜兆辉也没指望瞒着 老头子是当着那么多人说的 消息早晚会传的到处都是 谁用两千万赚的更多 谁就可以拿百分之五的集团股份咯 不不不 你还没说实话 谁拿了百分之五的征荣集团的股份 谁就领先了其他杜兆人 这不仅是百分之五的股份 还是杜兆的继承人之争 两千万一年能赚多少钱 要夏小兰说 在修个楼盘赚一千万很轻松 但赚一千万恐怕杜兆会赢不了 盖房子这种事杜兆辉肯定是自己想过又否决掉 夏小兰不是不想要钱 她是不想掺和进杜家增加产的事里 她之前还劝叶小穷注意安全 没理由掉头就要帮杜兆辉上位 你说的没错 百分之五的股份不是一笔小钱 真正重要的是让我老爸可以看中我 如果杜兆是我在管 那我就会把走私的生意全部砍掉 刘天泉那个人送给你男朋友 或者给汤市长当政绩都可以啦 杜兆辉胆子一向很大 这里又是香港地盘 谈起杜家的走私生意 他一点都不避讳 刘天泉 刘天泉可不仅是他和他舅舅的心病 相比起来那都是小恩怨了 但刘天泉绝对是周成的心病 石凯就是在周成带队 扫杜家走私船时出事的 杜家的走私生意就是刘天泉在管 这个理由很强大 完全出乎夏小兰的意料 杜家的钱都是你的钱 你舍得砍掉杜家的走私生意 杜兆辉耸肩 哎 你错啦 要放在我的口袋里面的才是我的钱啊 那些钱姓杜 可杜家又不只有他一个人 杜兆辉已经想好了 他要拿最大头最干净的一份钱 那些以后会带来麻烦的钱不要也罢 出卖杜家的走私生意 杜兆辉也不是第一次干 轻车熟路毫无压力 夏小兰把自己带入了一下杜征荣 要生出这种儿子 小时候直接掐死 是不是比较好 杜董既然提出这个比试 是想考验你和杜二少的能力吧 你找我帮忙算是作弊 很容易连资格都取消 夏小兰这样说 杜兆辉已经听出了他在迟疑 我老爸只说不可以用杜家的资源 我就不相信杜兆基不找外援 反正你也不是杜家的资源 怎么样 给你一点时间好好考虑咯 夏小兰竟无言以对 杜兆辉不等他多想 又加了一个筹码 那一年之后 我把夏子玉交给你 怎么样啊 你承认夏子玉在你手里了 哎 我没有承认 但是我刚好就知道他的下落 要抓住他也不难 怎么样 我开出的条件这么优渥 你还是不考虑跟我合作吗 我承认的时候